打开心灵的窗户 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 走进缤纷的原地 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 欢迎收听书香原地 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 我是刘文 很开心有这几分钟的时间 我们一起来读好书 继续看到这一本道声出版社 所出版弗里德牧师所写的 《祷告变成主的形状》 福音神学祷告法 我们要进到第二章 认罪的祷告第三个部分 为何要认罪呢 今天继续来告诉你 一起来读这一本 《祷告变成主的形状》 认罪另一个结果是 神说我会指引你该走的路 只是你当行得到 我们会知道我们该做什么 我有很多这样的经验 其中一次让我留下很深的印象 那一次让我很深的知罪 我本来是读音乐系的 面对有些事情我可以凡事包容 可是在音乐方面 有时候我真的没办法 脾气会变得比较不好 以前在台北真理堂 每年都有一次毕业生主日 在那一堂崇拜当中 会特别为高中大学神学院研究所毕业的学生祝福 拆派他们到世界上去 有一年毕业生主日 我是主理的牧师 要领唱诗歌 我通常对我所选的诗歌 很看重应该怎么唱 怎么带 记得那一次我选的诗歌是 愿主同在直到再相会 我对这首诗歌的感受 应该唱得悠扬又庄重 可是思琴对这首诗歌的感受 跟我不一样 他觉得应该是积极的 有点像进行曲 我们唱第一节的时候 我用我的方法唱 他用他的方法弹 我觉得不对 所以唱第二节的时候 我就开始唱得比较大声一点 可是他以为我的意思 是要他弹大声一点 所以弹得更大声 到了第三节 我就开始指挥起来 不过他只看谱 没有看我 结果到了第四节的时候 因为节拍不一样 整个会堂的歌声 变得乱七八糟 我火冒三丈 可是我是主理牧师 按照程序 我还要祝福会众 说愿主赐福于你 保护你 我不能生气啊 因为还得带大家 末导结束聚会 会众在末导的时候 我没有末导 我打算要去修理他 我觉得这首诗歌 怎么可以这样弹呢 他也是音乐系的 他没有理由 不知道这首诗歌 应该怎么弹 后来散会了 我就到风琴那边 用比较凶的态度 跟他沟通 我很难形容 当时他的表情 可是他跟我说 父母师 对不起 那天中午我回家以后 律法的第二个功用 使人知罪发挥了 我难过到吃不下饭 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因为不只是发脾气的罪性 还有一些更不好的事情 显出来 像是价值观 爱慕虚荣 把服饰看得比人更重要等等 我再一次发现 我是何等严重的罪人 可以在几分钟里 就把一个很好的姐妹 有服饰主的新的姐妹 弄得那么痛苦 令她受伤 我的太太也看到 我痛苦得没有办法吃东西 她就给了我主的原则 她说 你首先要认罪 神是信实的 是公义的 必要赦免你的罪 洗净你一切的不义 所以我就回到房间去 承认我的罪 我说 我没有什么话讲 没有什么理由 没有什么借口 我就是承认 我是一个罪人 我知道神赦免我的罪 但是他也只是我 该走的道路和方向 我知道他要我怎么做 他要我去找那个姐妹 跟他说 请你赦免我的罪 请你饶恕我 这对我来说 真的是不容易 因为我是长辈 她是年轻人 但是 我仍然打电话给她 我没有找任何理由 找任何借口 我只是说 我刚才那几句话 是不应该的 你能不能饶恕我 当我听到她说 父母师 我已经饶恕了 没问题 你不要放在心上 我觉得得到 很大很大的释放 一直到现在 我们关系仍然很好 她目前在美国 是一位师母 如果我像我研究所 那个同学一样 从来不承认做错事 我就会失去 很大的福分 我们在神的面前 甚至我们在 所得罪的人 所伤害的人面前 承认我们就是 这个样子的光景 就会得到 很大的释放 得到一个新的开始 对方得医治 我们也得医治 如果我们没有意识到 自己犯了什么罪 就表示我们没有罪吗 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呢 有的时候自己 虽然没有感觉到 犯了什么罪 但是还是在 哀哼 骨头哭干 精益耗尽的痛苦里面 这是因为人心诡诈 坏到极点 不能测透 我们不能测透 但是上帝能测透 我们需要他来光照 在进食祷告的时候 神特别会光照我们 让我们发现原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